以色列时报8月9日报道,在叙利亚军队收复南部地区之后,刚刚松了一口气的以色列,再次糟糕突然打击。 据以色列军方最新消息,当地时间8日晚上到9日凌晨,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几十枚导弹、火箭弹和迫击炮弹,造成了多名以色列、平民和军人的伤亡。 现场的目击者声称,先是突然响起了刺耳的空袭警报,然后大批火球落入了以色列境内,当地上万名居民紧急逃入了附近的防空洞中避难。 随后以色列空军出动了十多架战机发动反击,轰炸了哈纳斯至少12个军事目标。 以色列军方表示,此次哈纳斯袭击以色列,背后依然是伊朗操纵。 从落入以色列境内的导弹残骸来看,都是典型的伊朗风格。 在近期遭到多次空袭之后,伊朗终于对以色列发动了反击。 以色列军方法言人表示,此次袭击不同以往,袭击事件横跨整个夜间。 一波又一波的导弹和火箭落入了加沙附近的以色列定居点。 导弹警报响撤了一整个晚上,以色列铁穷反导系统,只拦截了少数导弹。 这说明伊朗此次发射的导弹机动性更强。 formed开入置空煮统,只拦手使诶。 吃饭遣温满。 仍然会 Popper gep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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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